本港山冠肺炎疫情持续舒缓 新增13宗国案 多项防疫措施今天开始放宽 包括食事可以经营堂食到夜晚的9点 而政府下星期推行全民免费病毒检测 市民明天早上7点开始可以经网上预约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7日 全港18区设置141间检测中心 市民星期六早上7点开始 可以透过专用的网页预约检测 填写你的名字 香港身份证或者出生指号码 和手机号码 并且选择检测中心和检测时段 成功预约之后 你会收到确认短讯通知 市民依照预约的日期和时间 去到检测中心 会由专人採集避康和烟喉合并识纸样本 样本之后送到中山公园仿眼实验室 检测结果如果呈阴盛 市民会在3天之内收到电话短讯通知 如果是阳性 会送到公立医院隔离治疗 负责协助化验的华星诊断中心 早前为屋邨和院舍等做检测时 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 当局说会有双重机制 政府说会视乎情况 延长计划不超过7天 近日疫情缓和会不会降低市民参与的意欲呢 我们也没有预设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是一个自愿的检测 所以最后有多少市民 他们出来我们都是未知数的 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 如果市民希望能够接受这个免费的检测服务 我就为他们提供这个检测服务 将社区里面的一些隐形患者 能够早找出来 所以找得一个得一个 检测中心以政府场地为主 包括社区中心、会堂和体育馆 当局强调全部经过评估 确保符合感染控制和社交距离措施 政府又强调收集到的个人资料 只会用作防疫用途 不会交给私人机构 完成检测之后就会销毁 不会构成私人问题 当局说考虑到老人家和不能够上网的人 会安排屋村办事处和邮局协助登记 无线D-SKZ 邓杰营那边